我們黑龍家的朋友們 來來來 遊覽車上坐滿滿 全是路客來觀光 但一般路客來台 主要是觀光名義 由特定的旅行社辦理行程 沒想到檢警卻查出 有不效業者跟前記者合作 非法暗渡路客來台 前很微凸戴眼鏡的終點男子 就是前中國時報記者洪慶玲 過去主跑警政新聞 負責新店雙和一代 沒想到卻被查出 跟家人都有從事非法行為 證明中國時報的 洪信前記者 加漢他成立的公益協會 就在新店的這一棟社區裡頭 而刑事局來到這邊搜查 卻意外在裡面發現 裡頭竟然有多達上百個人頭協會的資料 監警調查發現 三間小型旅行社 為了搶食路客生意 找上洪慶玲合作 由他申請的人頭協會 以專業交流名義出具邀請函 宣稱商務交流 音樂交流等等 但實際上還是帶路客去景點旅遊 而旅行社則持邀請函 向移民署申請路客來台 每成功一人 旅行社就會給洪慶玲兩千元 近三年來已經非法協助 超過五千名的路客來台 十一號一早刑事局搜索的旅行社陸客親測資料 竟發現大部分的陸客都是公務員 其中甚至還有疑似統戰部的高官 包吻深圳是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李傑賢 更個就是統戰部長念培光 目前警方還在比對是否就是這兩人 因為中國公務員來台如果是專業交流 這些公務員還能向中國官方請領補助款 等於他們來台旅遊根本不用錢 北檢指揮刑事局搜索五個地點約談共十人到案 要釐清究竟還有多少人 參與這場暗渡中國高官的非法行動 三選中關於戴維成王嘉瀾 蔡俊錡新北市報導